白里守约被删掉的隐藏皮肤 你相信吗 白里守约的皮肤其实并不止四款 而是五款 但这第五款皮肤 还没推出 就被官方紧急删除了 但是 官方删这款皮肤 绝不是因为质量不好 而是被逼无奈 那么今天 就让我们回到四年前 来看一看这款皮肤被删除的 真正原因 2017年8月 白里守约首度上线正式服 而那一年 是端游决地求生最火爆的时候 这种游戏类型非常新颖 热度甚至一度盖过了王者 这下企鹅坐不住了 开始疯狂推出吃鸡类游戏 当时 企鹅手上最火的吃鸡类手柔 一共有两款 一款是光子研发的刺激战场 另一款 则是天美的全军出击 其实企鹅的用意很明显 就是让两款游戏会上竞争 谁赢了 谁就留下 于是 2018年1月28日 全军出击 正式开放测试 但两款游戏对比之下 刺激战场获得了更多的人气 当时两款游戏我都玩了 我的体验是 刺激战场对原作的还原度更高 手感也更好一些 就这样 刺激战场越来越火 天美眼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但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提高热度呢 思来想去 他们决定和小王搞一手连动 其实 这种连动皮肤 王者已经搞过很多次了 比如圣斗士 玉龙在铁 都是天美自家的手游 而这一次 王者就把这个联动的艰巨任务 交给了白礼手约 于是 在2018年4月 王者的体验服 就已经出现了 全军出击这款皮肤 随后 海报的爆料也来了 当时有很多人既喜欢王者 又喜欢吃鸡 所以这波联动的消息 让很多玩家都无比期待 但坏消息是 王者好不容易联动一次 全军出击却输的 这么彻底 随着这款游戏的人气 日渐下滑 胜负以剑分享 次线场拿到了本号 摇身一变 变成了和平经营 成为了又一款国民级游戏 而等待全军出击的 就只剩下官服的命运了 而王者是不可能会和一款 即将官服的游戏做联动 所以白礼手约的新皮肤 就这样被删除了 这款皮肤的诞生 是因为一场竞争 而这款皮肤的消失 也意味着竞争的落幕 有人可能又好奇了 你花这么多时间 去研究一款被删除的皮肤 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没有意义 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个视频 让大家把失去的记忆找回来 也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让大家能够记住我 我是侦探 带你探索 不一样的峡谷 期待你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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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